Pie tu que ple con c'est bon toi Met tu b c'est bon beau quand toi Mor quidat tu qu'en ne tout l'é Fuati 哈囉,大家好,我是莫洋 哈囉,我是整理士伯偉 最不推薦和最推薦的10種收納品 都受到大家廣大的迴響 看來大家都對收納用品非常感興趣 或是覺得很困擾 我們接下來想要針對每個空間做一集 介紹各個區域適合的收納用品 那今天我們就會從廚房開始介紹 因為我覺得廚房收納特別的複雜 還有吃的、用的、清潔的 然後還有上下櫃跟檯面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開火 你有沒有下廚的習慣 我就會知道起來學起來 對你未來的生活或現在的生活總是好的 最推薦的10個廚房收納用品 Let's go 第一個是把手收納欄 廚房會有比較高的櫃子嘛 通常都會擺一些乾貨或食品 但因為很高你看不到就會很難拿 甚至放到過期 可是如果有把手收納欄 你可以這樣拖出來 然後早早早再把它放回去 就會比較方便也比較安全 有把手的話 因為你整籃端下來的時候 就會穩很多嘛 所以這樣相對的 就比較不會灑出來或是倒掉 那畢竟因為在上層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在籃子邊邊貼一個標籤 這樣就可以更好辨識 裡面放什麼物品 好第二個要推薦的是調味料轉盤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就櫥櫃那麼深 要找要拿擺在後面的調味料 尤其是偶爾才會用到的那種 真的很麻煩 容易忘記它的存在 就算我們排排站 然後把它擺得很正氣 但是那麼深 你要拿在後面的 還是會很難拿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有這種轉盤式的 你只要用旋轉的 就可以自由選擇你樣的醬料 而且這樣也可以防止 如果有醬料溢出來 不會沾著整個櫥櫃裡面都是 對呀 就可以減少髒污的問題 你要清潔也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要插櫃子的話 整個盤子拿下來再插插就好了 不是擺在櫃子裡 只是擺在檯面上的話 你這樣子拿也是蠻順手的 又可以一直維持整氣的樣子 第三個是統一調味罐 對 讓調味罐全部看起來一致 就可以讓廚房看起來很漂亮 很像樣品屋一樣 而且你可以一秒 直接看出來調味料剩下多少 這種比較推薦給你 希望廚房整體視覺 質感提升的人 不要記得哦 還是要選能夠裝滿一包的容量 不然如果你原本買了 剩一點點在那邊 變成額外的備品 又會有其他的收納問題 或是也很推薦大家試試看 可以買裸妝的調料 這樣可以減少垃圾跟環抱 第四個是方正的保鮮盒 因為我們無論是櫃子或冰箱 本來就都是方方正正的嘛 所以用方正的保鮮盒 就可以更善加利用每個櫃體的空間 但收納上我們很建議 上蓋跟盒子本身不要分開 因為這樣你每次要用的時候 你就直接拿出來 你就不用花時間在那邊重新搭配 對啊 都要玩配配了 那我也不會建議說 保鮮盒大的裝小的 小的再裝更小盒 因為這樣子你就會變得像 脫索娃娃一樣 你就會很難取用 很難取用的話 你就會不想用 那你放在那邊就會變成堆積了 沒錯 那我這邊也要通常 佳音跟保鮮盒有點像的就是 鍋子 就是很多人空間明明夠 可是因為鍋子 我們鍋蓋上面會有個小把柄嘛 這樣子我們每次就只能放一個 那整個辦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鍋蓋倒口 對 這樣子你就有機會堆疊好幾個了 聰明 第五個是橫桿加掛鉤 大家房間門後不是常常都會有掛鉤 可以勾包包或衣服嗎 在廚房裡面也可以用這一招 沒錯 這就是為了不要浪費牆面上的空間 那有橫桿掛鉤的組合 我們就可以把很多東西都掛起來了 那這一方面是當然方便取用嘛 一方面是你使用完畢 或是把東西洗好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掛起來 有一些餐具就不會因為草食有生鏽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直接晾乾比較衛生 那不只是餐具 像是你也可以勾抹布啊 勾鍋子的鏟子啊 然後面那邊有一個小圓洞的話 你基本上都可以掛起來 只是記得就是下方 盡量是水槽 或是不怕水滴的地方 才不會發霉 或是很難清掃 第六個要推薦的是 雙層微波爐置物架 有看過我改造家裡的影片 應該就會知道我們家 就是這個置物架的受惠者 很多人都會因為廚房啊 置物空間有限 他沒有辦法同時擺全部的家電 那這個時候呢 就要垂直收納 把平面變多就可以了 對我們的微波爐或烤箱 可以住在二樓 那這樣置物的平面 就可以瞬間多了兩倍哦 第七個是縫隙小推車 就大家知道台灣的電櫃嘛 我們空間非常寶貴 在廚房啊 冰箱跟琉璃還之間 有時候都會有一個小縫縫 就是你也不知道拿它來幹嘛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出動縫隙小推車 把這個地方佔家利用 像媽媽有什麼塑膠袋啊 或是小物品啊 都可以放在裡面 那這個也很適合放零食 泡麵等等的乾貨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空間做 好好利用這個小小的縫隙 第八個要推薦的是 晚盤的收納架 以前不懂收納 所以都會把盤子這樣 整個疊起來 然後變得很高又很重 每次要拿最下面的時候 都覺得心驚膽戰的 因為很怕破 這時候就可以利用晚盤收納架 讓每個盤子都直立式的站起來 對那每個都個別拿取的話 就可以完美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種有點寬度的直立收納架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圓形 而且大小統一的晚盤系列 就是一整套的 如果你是有很多特殊形狀 但是你又需要直立放 那你就要買那種 單獨有一格一格的收納會比較好 那我真的要同場加硬一個 就是之前收納社團有一個 超大迴翔的一個做法 就是用洞洞雜質盒 然後再搭配一個伸縮感 就可以把它放在櫃子裡面 然後就可以拿來直立式收納的晚盤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聰明了 而且這樣都不會滾出來 對啊 就是它有自己的擋著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說 晚盤用雜質盒指定放 有點危險 可是它居然就搭配一個 就完美解決這件事情 你真的太厲害了 那我也同場加硬一下 就是雜質盒也很適合拿來收納平平罐罐 甚至收納炒菜瓜或是烤盤 都很適合 那我又再加硬一個 之前看過一個做法 就是他們會把雜質盒比較輕的 然後黏在門上 這個地方就很適合拿來放一些直直的東西 像是保鮮膜或是清潔劑 或者是你有一些小東西 也都可以利用這個空間來做收納 真的很會善加利用空間 就打開來的地方 方便自己加籃子的概念 對啊 必須要 因為廚房真的太小了 太小了 台灣廚房真的很小 第九個呢 是晚盤 分層架 如果你還是比較習慣盤子要平著放的話 那這個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畢竟櫃常常都做得很深又很高 真的很不推薦你十個盤子 或是五個杯子全部都疊在一起 真的會變得蠻難拿的 對 而且這樣子其實很危險 所以我們用這種分層架 就可以替他們製造分層 在他們住樓上 三樓四樓 對 這樣就比較聰明 也比較安全 可以利用你的儲櫃空間囉 第十個要推薦的是乾貨的密封罐 有時候包裝的東西剩一半剩一點 大家就會用橡皮筋或是夾子把它夾起來 可是你這樣就會很難知道 這一坨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各式各樣的包裝 會讓你的空間變得很雜亂 以外呢 一包包這樣相對之下 會變得比較不好收整 而且一包包的包裝上面 通常都五顏六色的 然後有各種文字跟圖案 所以我們把它改到 方正密封罐呢 不斷可以把拆封的食物好好的綁住起來 也因為它本來就方方正正的 不會浪費櫃子空間 而且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那這種方正的密封罐呢 有很多種大小可以選擇 就可以自己堆疊起來 對 所以像是那種吃不完的餅乾 煮不完的螺旋 義大利麵呢 這些都很適合擺進來 那不過呢 記得要買透明的就是了 因為畢定美觀之外 我們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夠辨識裡面這一罐是什麼東西 最後呢 我想要傻秘俗再加買一個做法 就是這種吊掛收納袋 大家通常看到這種收納袋 都會想說拿來裝內褲襪子 而且它出現的場景幾乎都是在房間 但其實這個東西拿來裝衣服 會很麻煩 真的 雖然你一個一個抽起來 要不要感覺很理想啊 可是你真的會想要在你衣服折好之後 一點點把內褲襪子放進去嗎 真的很麻煩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少人會願意花這個功夫 不會啊 大家都在衣服疊好之後 這樣放進抽屜裡面吧 只要這樣一個一個就把它這樣 太麻煩了 對 但是如果又在廚房的話 就會別有沒有用 像我們剛剛說 門後的空間也可以善加利用 所以如果你廚房抽屜不多 但你有很多小東西 你就很適合把這個掛在櫃門內 可以放菜刮布啊 橡皮筋啊 蜜蜂棒 蜜蜂甲 這些小小的 零零碎碎的小東西 都很合適 對 這樣就可以讓你的每個物品 都有自己的家可以回去 不會散亂在你廚房的各個小角落裡面 好的 以上就是十佳一個最推薦你們在廚房使用的收納品 常常下廚但很難維持整齊 或是你覺得你自己廚房真的太小了 想要學聰明收納的人呢 希望這集的內容都有幫助到你們 那廚房之後下一個區 你們想要看哪裡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這樣我們就會比較快的準備 現在那個區 還是老話一句 就是你在買任何收納用品之前 記得要先整理喔 你要看看你自己有什麼 你才會知道你缺什麼樣的收納品 不要就是看完這集 你就衝動的跑去買 然後結果發現你根本就用不到 好OK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啦 歡迎追蹤我和Blir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太大了 很久照想你 沒有 下次 camouflage